所以我在考虑我有没有必要 就是不再给大家推荐我所去过的地方 你好我是杨帆 今天我们再次来到了独山子村主区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独山子村 独山子村景区的瀑布的下游的 大概一二公里的地方吧 就是一个特别适合路由的地方 今天呢我媳妇和小竹儿没有来城 就我带小叶子过来 哎呀你这样吗 你把水关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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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什么地方 你把水关上了 你把水关上了 下游啊 河边降温最好的方法 就是下河 然后我让直接冲一下 太凉爽了 所以说威萨我们一直就愿意 就一定要找个有水的地方 而且这水要相对比较干净的 就是个道理 哪一次出来玩老生长台的问题 有能力出来到这么远的地方来玩 就不能把这些垃圾带走吗 我真的非常难以理解 我真的不摔倒了 你这一部摔倒了 我们现在是吃过饭了 然后休息了一会儿 坐在这边 现在太阳晒不过来了 然后我给你们看一下 今天人有多疯狂 因为特别热嘛 这两天高温 一直是高温预警 高温预警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 那些孩子是怎么玩水的 我就想带着这边这边 这样带着这个 他那边 这边要不要 我都不好水呀 真心好啊 说实话 最近我遇到了一件事 就是在石仁公我常去的那个地方 我遇到一个事 就是让我开始有了一些 资料上的变化 我们石仁公常去的那个地方 前几天我们在去的时候 当地的农民吧 应该是农民 就是把我们赶走了 不让我们在那玩了 原因是因为就是垃圾 还是因为垃圾的问题 就是很多人过去玩之后 把一堆石头啊乱七八糟 那些塑料袋各种东西 就是往那一放 也不带走 导致当地的居民特别特别反感 所以见到我们这些游客 就直接往那里放 就直接往那里放 就赶走 因为那不是一个 不是景区 它也不是一个游玩的地方 就是当地 村里面一个 就地头 这样一个地方 然后还说到一个问题 说是通过 我的视频 看我的视频过来的 你说吧 当然我不知道 是不是所有的 看我视频的人 都是这样乱人垃圾 或者怎么样 但在当地居民的眼里 就是这样 已经形成这样的 这样的 这种 这种思想了 所以搞到我现在 我都不太想在视频里面 推荐 就是我到一个地方去 我都不想给大家推荐 太烦人了 这些垃圾 乱人垃圾 这些垃圾 太烦人了 真太烦人了 今天我来这地方 又是一样的 到处都是垃圾 啤酒瓶子 各种 袋子 垃圾袋 有一些 还自认为 好像 还挺牛逼的 把垃圾 装在一个袋子里面 然后在树边 把袋子放那 你等着谁跟你收呢 这又不是景区 这又不是收费的地方 又没有专门的 收垃圾的人 等着谁跟你收呢 说了无数遍了 你们有能力到这边来玩 跑这么远的地方来玩 就是 没有能力把垃圾带走吗 这很困难那件事情吧 这是 我太难以理解了 所以我在考虑 我有没有必要 就是不再给大家推荐我所去过的地方 当然其实我不管我推不推荐 照样还是仍然有垃圾 让人垃圾的 真的是太让人气愤了 太让人气愤了 你们觉得好吗 让人就是当地居民赶走 你觉得好吗 你们下次难道说 再不来玩了吗 你下次来的时候 看满地的垃圾 你觉得舒服的好吗 嗯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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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这个相机要收起来了 不然的话 相机要报废了 玩水 到处都是水 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感谢大家收看